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要勾四组 这是第一组 继续 三针长针 两针锁针 第二组 第三组 三长两锁 第四组 四组割完之后呢 我们就与 开头的这个奇力针的第三针辫子针 穿入 引拔 后面呢 我们将线圈拉紧 好 这就是第一圈的勾法 第二圈 我们先向左引拔三针 一 二 三 引拔到了这个空隙的地方 第二圈呢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空隙里面 勾一个 三长两锁 三长的一个画样 三锁 相当于一针长针 再勾 两针 相当于三长 然后两锁 扔在里面 勾三针长针 然后我们勾一针锁针 画到下一个空隙这里 也是勾这个画样 三长 两锁 再三长 三长 再一针锁针 到下一个空隙里 三长 两锁 三长 再一针锁针 再一针锁针 就是每两组画之间呢 用一针锁针隔开 最后一组 三长 三长 两锁 三长 再一针锁针 最后与起立针 第三针辫子针引拔 这个就是第二圈的勾法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圈 一样先向左引拔三针 然后我们直接到下一个空隙这里 在这个空隙里面我们勾十二针长长针 绕两圈 穿入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最后一针 十二 好,十二针勾完之后 我们直接又到下一个空隙 也就是三长两锁 三长中间的这个地方 勾引拔针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新的一半的样子就出来了 接着我们到下一个空隙 这个空隙里 一样 还是勾十二针 长长针 三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一 八 八 九 十 十 十一 最后一针,十二 对不对 二 四 六 八 十二 好,然后呢,也是到下一个空隙 印拔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新型花片呢,就完成了 我们直接就可以断线 我们这个花皮呢,一共要勾出四片啊 颜色搭配呢,大家随便,四个不同的颜色,四个相同的颜色啊,或者是每两个颜色相同等等都是可以的啊 接着我们将四个芯片进行拼接 啊,我们差不多按这样排好啊,心肩朝内 接着我们先将前面这两片呢进行缝合拼接 我们用勾针进行拼接 两个支片正面相对 我们从心肩的位置啊,就是这边 三长两索三长中间的空隙这里,入针 我们从这一针锁针啊,我们挑半针 这个半针呢,是 里侧半针,外侧半针 我们挑外侧半针 这边也是一样,里侧,外侧 啊,挑外侧这个半针 够出线来 我们锁一针,然后呢,再串入 这两个半针里,我们勾一针引拔针 然后继续下一针 都是条外侧半针 这是第二针了,第三针 下一针,第四针 下一针,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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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针 第八针 第十针 第八针 第七针 第七针 第二针 都行出一个 第七针 第八针 第七针 第六针 第七针 好 我们引拔时针 可以了 如果你再引拔下去呢 就是这边留的空隙 这边样子就变得更老 就不太好看 时针可以了 我们这里给断线 然后呢 后面就是一样的方法啊 我们比如说再接下去这片跟这片好了 一样对吧 正面给它合起来 我们调外侧的这个板针 跟这里 这里都应该共用同一个地方啊 这个外侧板针应该在这里 好 就这里 共用一个动眼 同样勾出来 锁一针 然后扔在里面 我们引拔一针 接着呢 下一针 下一针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辫子针啊 我们应该跳过这一针 因为它这一针是长针 对吧 应该我们对应这一针 调外侧的 调外侧的 第三针 第三针 第四 第五 下针 下一针 第六 第七 我们很多织片的拼接 都可以用到这种方法啊 园里呢 都是相通的 第八 第九 第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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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一针 我们编引拔的时候 看看对应的针 对不对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一片呢 就引拔好了 我们按同样的方法呢 把这一片呢 也引拔 相连 也就是说 这一片呢 等于要引拔两个地方 跟这条边引拔 跟这条边呢 也是一样 我们全部引拔完 回来再看 好了 拼接完呢 就是这样一个 样子 后面的线头呢 我们就在 后面啊 两两打结 给它记牢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收一下线头 收线头 我就不说了啊 很多视频里都有 好 这个就是四星拼花杯垫 的制作方法 那今天课程到此结束了 谢谢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